我跟他认识很久了 我正好听他说在卖房子 我就找他给我做介绍房子 带我去看 我自己比较忙没时间 后来他带我去春心集了 去看了几次 后面就第一期就摇好了 就后面就那个 潘女士说 自己是做服装服料生意的 平时很忙 买房的事情一直都是交给中介的朋友 忙前忙后的 因为认识十多年了 自己也比较信任对方 就是之前都好好的 就是交了一两个月的带 那个房贷之后啊 就是春心集那边说 他我买的这个房子 不是他带我去看的 就电脑里显示别人的电话 那个人认识吗 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 现在这不是你朋友带的话 是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他工资也没了 其他就是说我这个人品 也不行了嘛 潘女士说 朋友在带他看房之前 就再三确认过 有没有看过春夕级的楼盘 自己确实没有看过 现在房子买了 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朋友那边的提成拿不到 自己心里反而很愧疚 潘女士提供了一段录音 她说自己找过 所谓的带自己看房的销售 但对方也表示不认识自己 我想请问一下 你之前打过我这个电话吗 我不记得了 你是哪里啊 潘真飞你知道吗 潘真飞 你不认识 陈青姐呢 你不认识 你是哪里啊 说是你带我过去的 我跟你人都根本不认识 你也从来没打过我手机 怎么说 都在你那里 首先是这样子吧 第一呢 我不在那边了 第二呢 就是我们开关商市 有些数据的 就是报上去 报上去 具体呢 具体你跟我说 你就是你在那里买了 我也不知道 你刚开始你也问我 我也说的都是实话 潘女士说 自己现在就想搞搞清楚 第一次看房 明明是朋友带去的 为什么自己的信息 就登记在售楼处了 潘女士带记者找到了 杭州江甘区春西级售楼处 是这样的 她来的时候呢 中介朋友呢 带她过来的时候呢 她自己 我们甲方判客呢 是以号码为准的 她自己那个号码呢 确实是第一次到访 然后但是呢 后期她做认购的时候 她两个号码 她两个号码都录录到 我们的那个系统 拾起两个号码 对对对 反正两个号码录进去以后 然后还有一个号码呢 确实是我们 以前的自销团队 就是以前的拓客号码 存在在我们的民运系统里面 小诚说 楼盘销售之前 开发商会有一份客户名单 其中包括 在他们开发的其他楼盘 看过房的客户 以及通过各种渠道 获得的客户 这部分属于自销团队的客户 而第三方中介代看的客户 不在自销团队客户名单里面的 成交之后才能获得用金 至于潘女士的号码 之前是通过哪个楼盘 哪种途径 登记到他们系统里的 现在已经查不清楚了 这个东西呢 所以作为业主上次来跟我提了 然后我有把这个东西 我的诉求 我也去跟我们领导反应了 跟我们平台公司反应了 但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公司也有 那个规装制度 对吧 我们跟分销单位也签署了协议 所以我也很为难这个事情 小沈说 自己负责渠道这一块 她也希望潘女士 算是朋友带来的客户 这样自己也能有提成 她自己也去申请过 确实没办法办理 现场经过再次沟通 双方还是没能协商成功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